看到神木村第二林被大水刮掉的惨痛前例 同富村民因此要求四河局以及县府公务处进行治水 以及河涉溪两岸灾修工程时 更要来注重保护同富村的提防 这次召开说明会主要是倾听地方的声音 来这个圣仪豁舍就是同富村卧中心 召开这个圣仪投资楼的这个说明会 地方对于我们生活的感觉有意见 我也尊重依照地方的建议 现在的提供道路的修好意 简单修好维持基本的通行 这给我们地方的任务 同富村村长谢再坤表示 同林桥下游已经开始失作提防 若中游的地方没有失作 会造成当地居民有生命危险的疑虑 当地居民也希望未来东光的时候 可以让地方的人了解施工时间 但是我们在中间这次没做的时候 对政策危险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 野兵这种民党这种政策没做 我们博索教都会给我们答应 在国际前要联络水利宿 还要来定性会核一遍的时候 有一定会给我们做 人家说的部分我们现在的地方 目前是可以接受 不过就是四天的时间点 希望说可以确定 先议员陈淑慧表示 希望可以用最好的工法 降低大水来临时的冲击力 避免再次发生灾害 东富川 唐晋拿酒 这个荷石铁 以及丹牛两铁搭在这里 因为在我们六一水灾时 在我们的厄层的右岸 有来冲牌一段 这个河坡 在我们的右岸 虽然要来做到财收工程 也一定要来保护到我们的作案 这个架层 那也希望说 在我们政府这边的财收工程 用最好的工法 这样呢 如果说在未来如果落大河 这个水最烈就会软烈 就不会去围乡做案的安全性 神木村第二岭的潜力 让同富村民有很大的恐慌 嫌疑员谢密谋 陈淑慧希望相关单位 会尽速来加固同富村的提防 避免大水来临时 造成无法挽回的灾害 记者邱平易 新一采访报道